本週永遠不嫌晚 請到四位實力派藝人 來挑戰國標舞 大家好,我是馬國賢 大家好,我是馬鈴 大家好,我是馮偉潔 各位大家好,我是傅天穎 好,我是馬鈴 我是馬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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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位舞技爆發的藝人 誰能贏得最後的勝利呢 最精采的賽事 千萬別錯過 今晚的愛妮雅舞力全開 首先歡迎傅天穎 以及李睿洋老師 緊接著歡迎馮偉潔 以及陳語昕老師 接下來登場的是 馬國賢以及胡莎拉老師 再來登場的是 馬鈴 以及楊廣正老師 最後歡迎節目主持人 最美麗的侯怡君 以及最帥氣的GINO 歡迎收看愛妮雅舞力全開 謝謝所有來賓帶來精采的 開場舞 現在要進行的是 又來了 我超愛這個單元的 然後今天看了特別來賓之後 我超期待 而且我覺得非常不可思議 怎麼樣 這個是前輩中的前輩 好幾位啊 對,我只能用老SENGA 來形容今天的特別來賓 而且我看到他們出現在這兒 我真的覺得有一點不可思議 掉下巴 你好 好久沒看到我們的紅三菱 馬鈴姐好 馬鈴姐 對不起 你剛剛說是 今天的節目名稱你有意見 但是有SENGA 然後你幹嘛要加那個... 老字 就是在講你 是因為馬國賢 對 所以我們需要加個老SENGA 我們要顧到每一個人 你出道多久了 明年 滿三十年 真的、假的 真的 你好資深哦 我不知道 馬鈴姐,這邊才26、27而已 對,我還差你兩年耶 我還沒到那麼快 不可能 怎麼不可能 我知道他算是馬鈴姐 偶爾是馬鈴嗎 偶爾是馬鈴 對,圈內性馬的還滿不少的 所以不是馬 沒有 你真的快三十年了 明年就三十年了 他真的是前輩啦 所以今年是二十九年 真的啊 我說他們兩個我也是大前輩啊 馬鈴也是 馬鈴,你... 妞兒,你未來我好驚訝 有驚訝嗎 非常驚訝 今天的主題很符合我啊 這個挑戰的過程 你覺得你有後悔答應嗎 是這樣子的 馬鈴慈窮嗎 馬鈴 不是 說真的 你今天我一看到你 我一直以為你是來探班 一直到你站上這個舞台 我才知道你今天是來挑戰 而且我今天穿成這樣 對啊 我也很不容易 我都還以為你是伴娘 還是怎麼樣 誰穿這樣來探班 我親家母啊 馬國賢,你最沒有資格說 馬牛 你怎麼有勇氣穿這麼白啊 我其實今天想說到一個 好 你把肚子弄出來,我看看 不要啦 我說得很辛苦 不過兩位講到重點 今天的你們都讓人耳目一新 你們今天要有質感 以舞蹈取勝 所以不要做太多梗 沒有 因為我今天就是一個質感 所以要盡量不要訪問我 因為我今天要少說話 我們沒有做事,少說話 你今天最多話,你知道 你知道到現在 有兩位都還沒有說話 對啊 還有人嗎 今天不是就... 我剛剛以為那個嘉賓先走了 這是一個比賽 兩個人什麼叫比賽 傅天穎 來,張聰穎 大家好 大家好 好久不見 可能在想舞步吧 他今天這套衣服漂亮一百倍 很性感 真的 謝謝 好久沒見了 真的 是 好久不見了,傅天穎 好久沒看到你 但不只是你好久沒見 還有另外一位 掌聲歡迎馮瑋傑 嗨,大家好 好久不見了 阿傑 是板東二人組的阿傑 單飛比較紅嘛 現在都流行這樣 還在努力 我們現場就三位單飛了 對啊,三個... 真的 單飛之後很舒服啊 對啊 拿了也比較多 你不是說你今天要質感路線 對 又... 我們要提醒他 嘘 最實的提醒 沉默是驚 好,為了安定所有人的心 也要呼應我們今天的主題 要為我們示範 今天永遠不嫌晚 真的最好的一個見證 就是因為今天請到方大哥 是 在國標界講到他 其實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因為他也是仁瑞級的國寶 所以要讓大家好好學習 觀摩一下 我們現在以最熱烈的掌聲 歡迎方振淵、火婉玲 余涵竹老師帶來精采的表演 掌聲歡迎 在國標上 大學校 在國標上 吱口 學校 神祖 在國標 學校 文人 內 學校 包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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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謝謝方晨淵、洪婉玲老師 余玉竹老師 帶來的LOADS TRAIL 不容易 尖叫聲 四個... 好厲害哦 方大哥要這樣稱呼他了 方大哥 絕對是方大哥了 方爺爺 方爺爺 來,麥克風 九十一歲了 幾歲 九十一 什麼 不容易 再一次掌聲好不好 九十一歲了 還可以帶來這樣子的表演啊 剛剛一口氣連跳了 華爾滋、維也納、華爾滋 還有讓我非常驚豔的 鬥牛舞還耍筋耶 真的啦 耍那個筋不得了啦 方大哥,你學國標學多久了 七十八歲開始 七十八、九、十一、十三 十一、二年了 十一、二年 很不容易耶 很好的運動啊 我沒有學舞以前 我有退化性的關節炎 那麼練了國標舞之後呢 就不要而已啦 就好啦 就好啦 當然精神也非常好 還有... 美麗的老師 真的 各位看到了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要問一下旁邊的兩位 美麗的老師 方大哥他是不是很愛做 舞蹈特技托舉的一些動作 他喜歡挑戰高難度 所以每一次排出來的動作 他看完他會再問說 有沒有再更難一點的 真的哦 對,然後每一次 譬如說我們轉圈 他就說 那我也要轉圈 我就說 SQUIRROR這樣好嗎 因為我怕他跌倒 然後我們轉幾圈 他就還要轉幾圈 所以他有時候已經快要跌倒了 我在旁邊說 SQUIRROR,你不要嚇我 因為我會覺得 如果你跌倒怎麼辦 對啊 我們會旁邊心意 我們會很緊張 對,然後他就會開玩笑說 跌倒了很好啊 大家會給我掌聲 好開朗哦 對 你好開朗哦 而且又幽默 對,非常非常幽默 難怪大家都喜歡跟您在一起 在旁邊我們也都開心了 然後想請教婉玲老師 你在教的過程當中 會不會像余老師這樣 也是會小心翼翼 對 我覺得我比較相信SQUIRROR 每次他在那邊甩筋 我看那個韓主老師 都會在那邊想要扶他 那我就會看著SQUIRROR 表現他自己的動作 因為我有觀察 就是他的下盤 其實還滿穩的 就是他甩筋起來的身體動作 都掌控得很好 而且像那個抬舉動作 其實也都是他自己要求 要加進去的 我 你真的不怕摔耶 你很勇於接受挑戰的 如果我再讓你耍筋耍一次的話 你願意嗎 就是那個樣子而已哦 已經很厲害了 那個樣子就不容易了 那個很厲害啊 好不好 可以嗎 SQUIRROR 麻煩你了 SQUIRROR Yeah 給他掌聲鼓勵 好棒哦 力氣,好棒哦 不要動畫一聲 漂亮哦 好棒哦 漂亮哦 好棒哦 單手 掌聲鼓勵 非常快樂的一件事情 是 真的活到老、學到老 我希望所有的年紀 稍微長一點的 一定要學國標舞 一定會找回健康 是 再一次謝謝方正淵 以及侯老師還有余老師 謝謝你們 謝謝三位精采的表演 謝謝方大哥 帶來這麼精湛的舞技 令我們敬佩 好,馬上輪到你們了 到底誰是第一位當籤王呢 來,女投 我們來抽出第一位 出場的位是誰 今天這幾位不好搞哦 感覺都是來勢洶洶 我沒有看到幾個字 第一個字就是馬了 不是馬姐 就是馬哥 什麼... 二馬,其中一馬 好,看哪一馬 那到底是哪一隻馬 歡迎馬尿 來,歡迎馬尿姐 還有光正老師 請到舞台中間來 來 我一定要先說 剛剛老師一直問我 現在要抽了 你希望你是第幾個 我說第一 你的原因是... 前面先表演可不可以放鬆 有些人是希望他第一個 就是他跳過了之後 他可以慢慢欣賞後面的舞者 你知道嗎 我這一球從連續假日 一直到今天都沒放鬆 連老師都已經落枕了 我還想怎麼樣 你把老師 廣正老師操到落枕 是我自己起床 今天早上起床落枕 你看,他比我還緊張 好糟了 壓力非常大嗎 廣正老師 因為我覺得馬姐 其實我滿看好他的 你千萬不要這麼說 我背後還有一個背後 林馬國賢 喂 馬姐,我也滿看好你的哦 真的嗎 因為你露那麼大的胸 我有點害怕 因為我認識你這一輩子 我第一次看到你穿這麼喜氣 真的 加油 穿這麼性感啦 對,這麼性感、這麼喜氣 這個喜氣是老師挑的 你知道你今天跳的是什麼舞科嗎 舞科 什麼叫舞科 就是英文數學國文啊 自然歷史地理 你說什麼舞現在 國標舞的鬥牛舞 我之前問老師說 你為什麼讓我選鬥牛舞 他說我覺得有一種 我也有一種爆發力的感覺 就像那種拉丁美洲那種舞蹈 熱情那種感覺 所以我說我滿看好你的 我覺得你那種氣勢 千萬別這麼說 你怎麼對得起傅天穎呢 關他什麼事啊 他又還沒跳 為什麼你提到傅天穎 不然怎麼對得起 我們板斗的阿傑呢 他們練得比我還辛苦 你現在是替自己鋪路是不是 對,玩一步好 我有後路可以走 不會 鬥牛舞真難耶 但是我覺得 跟你的個性還滿符合的 可是你知道 我在表演的時候 其實有被老師糾正 他說你的鬥牛舞 這個牛應該生病了 因為我們以前拍戲 不是有做舞打嗎 那你舞打女生 我們一定會有鼓術 身段 然後我們演古裝也有身段 所以我鬥牛舞的時候 我都是這樣 除了手指頭 其他的都很有樣子啊 沒有 因為我老師... 老師那個屁股沒有用力 屁股要用力 是 然後身體要這樣 往前 其實不錯耶 馬姐,我們就這樣子 我進表演好不好 你就這個姿勢 停在這個姿勢 真的很有樣子 好,歡迎馬妞 還有廣正老師 帶來精采的表演 曾經參與歌仔戲 以及無數電視劇演出的馬妞 選擇了與自己個性 相符的鬥牛舞科來挑戰 原以為能夠輕鬆駕馭 但沒想到 馬姐在跳鬥牛舞的時候 他的氣場 他的氣勢讓我非常的訝異 因為他的架子特別好 可是就是有一些缺點是 他在手的末端會三不五時 常常比出這個樣子 或者是這樣子 或者是這樣 反正就疊疊疊疊之後 到這個地方 你這個手的形狀 好像不太對了 有嗎 不是,老師 你剛剛不是也是這樣子嗎 小時候沒好好學 學武術 所以我常常就是這樣子 你要補妝嘛 有沒有 一直跳不出鬥牛氛圍 也讓在同一個教室的馮偉潔 我以為馬牛在跳中國功夫 好奇怪哦 我印象中的國標舞 女生不是都這樣哼走嗎 馬姐好像是在砍砍砍砍 好像在跳中國功夫耶 國標會有這種動作嗎 你看 除了頻頻出現武功的點花指之外 鬥牛的骨盆擺放位置 也是馬牛目前遇到的瓶頸之一 這個腰好痠哦 抽筋了 好 自我要求甚高的馬牛 為了改善這兩個難以克服的問題 所以不斷加強練習 但這對不常運動的他來說 體力有點透支 累啊 媽媽在那裡 媽媽 等一下 救命啊 第一次嘗試國標舞 就被廣正老師稱讚 非常有架勢的馬牛 能否展現氣勢磅礡的鬥牛舞 並拿下今晚的MVP呢 大家好,我是馬牛 主持過這麼多的節目 從來沒有參加過國標舞 如果今天能夠拿第一名 以後我就用國標舞的姿勢 來介紹好商品 在公式讀書時 請問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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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請問我們 請問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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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馬妞、楊廣正老師 帶來的對劑 真的 我剛剛說 我就非常看好馬姐 跟我想像的落差不會太大 但是我還是非常的驚訝 你可以把鬥牛舞跳得這麼好 我真的覺得有幾個稍微重心比較不穩而已 其他還真的挺有樣子 挺厲害的 我覺得老師在教的時候 他是分段落性 我最怕的就是串連 因為中間有些舞步 他會重複到 感覺重複其實沒有 但是因為我會弄你 所以老師那時候就一直告訴我 你不要急 你急就會亂 好 差不多我想三十秒應該是極限了 還是我們... 好,廣正老師 先聊點別的 我問一下廣正老師好了 對啊 不穿的 所以鬥牛舞對第一次挑戰國標的人來講 這次困難度很高很高 你是因照馬姐 他其實給我們印象當中 他就是非常的活潑、外放 他這樣的個性 所以讓你覺得他很適合這個國標舞 還是他的氣勢非常好 你有看出什麼 通常每位藝人我們會先... 我會先希望可以跟... 我們先對談一陣子 再決定要什麼舞科 但是這次時間比較短的情況 我是直接看了馬姐的照片 我的照片 鬥牛 他還在,你為什麼要看照片 喂 他還沒有接觸到馬姐本人嘛 被他搞錯重點了 他是想說從你人的感覺 一看就覺得鬥牛適合你 很適合他 結果你怎麼會形容馬姐 他是病奄奄的一隻鬥牛 不是病奄奄 他是很有想法的一隻鬥牛 對,他就是... 剛剛上個就有講 就是我們在教鬥牛的時候 有教他框架 就是有教女生或男生 他的手要是什麼形狀 可是馬姐永遠包含到剛剛 我剛剛還有嗎 我... 我剛剛還有嗎 所以老師這樣一講 你就知道他在講你什麼點了 對不對 因為我從一開始在練舞之後 老師先叫我記步伐 所以我都沒有記手勢 我就記得我是這樣子 然後我撩裙子的時候是這樣 但是老師看在眼裡他沒說 是 到最後要我糾正的時候 我也來不及了 所以你會有呈現這個蓮花紙的... 蓮花紙 然後剛開始的時候 他叫我拿裙子的時候 我剛開始就這樣 不舒服 有一點鬼祟 對 後來老師是先要你順舞步嘛 順完之後 馬姐 你那個是要跟人家鬥牛要挑釁 你會怎麼挑 挑釁 對啊 要來輸贏哦 老師說鬥牛舞不是 你是要用下腿的力量 漂亮 你一點就通啊 你一做就有樣子啊 那是問題 他做了很久我才通的啊 我覺得你早就該學國標舞了 真的嗎 但是我們講好 你可能會有一點問號對不對 對 直接問評審老師你跳得好不好 真的 老師最公平了 不要給我面子 直接罵 因為老師在這 責任都推給廣正老師就好了 好,那我們就找一個很嚴格的 佩玲老師,你的看法 廣正老師她是非常有經驗的 我覺得她知道... 她知道馬妞 你的個性是比較直爽 有什麼事就說什麼事 所以她把你的步子排得 很接近選手在跳的速率 那個速度 所以你一開始那個獨舞 以後那個連結 一大串的連結 對雙人舞來講 它是很難的 手接手,從頭到尾 對,但你處理得很好 老師帶著你 你跟得很好 我覺得這是非常難得的一件事情 那今天是一個非常好的開始 呈現出來的畫面是非常好看的 所以我從那邊過來 這邊沒有看到 這邊過來的分數挺高的 好,謝謝佩玲老師 謝謝老師 所以我說你真的跳得非常好 你... 應該在我們的記憶裡面會... 你會有包袱 可是沒想到你願意拋開這個包袱 來這邊打掉重練 從零開始跟他們一起較勁 我覺得這是最難的一件事 可是我覺得我也跟老師講 老師,如果不好你直接... 你直接說 因為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他... 我覺得他好客氣 客氣到我覺得糟了 老師一定不想教我 你有這種感覺 對,因為我覺得資深藝人 一直有一個包袱在就是 我們想從零開始學 可是怕別人看我們的手會不一樣 我想更細節了解你的意思 看你不一樣是 因為我們通常會有一個很尊重 你是我們的前輩 我們會擔心你不願意 譬如說我大概前兩、三天 不能穿鞋 我穿著襪子在跳 然後一穿襪子就會不穩 那時候我怕我的表現 會讓老師覺得 你這樣子的話 你明天先不要來 你先休息 我好怕老師跟我講 我跟老師說 老師,我明天還可以再來嗎 老師說可以 我就開始有信心 等我腳不痛我就一直在家裡 穿著高跟鞋 一直站 因為我不會穿高跟鞋 一直站 譬如老師說 今天腳還痛不痛 我說一點點 好,那我們來 所以人會成功 不是沒有道理的 我很敬佩你 因為我想站在這個舞台 永遠都不要脫節 你沒有 而且你表現得很棒 真的很棒 廣正老師 他會滿主動要求我 跟他講說 我們再來一次 我們再來一次 他期待你的指令 對,或者是譬如說 到昨天晚上最後的時候 原本我們想說練一個小時 那就不要太累 可是練了一個小時 跟著音樂之後 他就說我們再來一次 永遠不會怠惰 非常勤奮 如果沒有前後這個訪談 光看你今天的舞蹈 沒有人相信你不會跳國標舞 剛剛那段表演我們看到 一加一已經大於二了 對 真的大於二了 他不等於二 因為你今天所面對的指導老師 廣正 你知道他的鬥牛 也是非常非常強的 他那個姿勢第一天來 老師,我一定要像你這樣子跳嗎 那個腰要這樣子下嗎 千萬不要 他姐,不要說來就來 我們都要互駕啊 沒有 他第一天來這樣子 要這樣鬥 我說老師,你這個動作 鬥牛隨時都要備戰狀態 要鬥牛 所以馬淨很耐操啊 漂亮啦 你知道你第一棒就表現得這麼好 馬國賢現在笑不出來了 二馬逢 阿傑,我覺得你的壓力很大 誰是二馬逢 你的壓力很大 怡君 我講一句話 因為其實剛剛在馬姐沒有跳之前 我一直認為 我今天將會是這一集的冠軍 但是我剛剛看馬姐跳完之後 外面有車轎嘛 緊張哦 壓力很大 沒有,國賢是謙虛 國賢很謙虛 我真的有嚇到 因為我真的認識馬姐這麼久 五、六十年來 第一次看到 什麼五、六十年來 你紅藍才三十年 五、六十年 因為我小時候是替爺爺那杯 繼續講你嘛 喂 你真的讓我嚇到 因為我從來沒看過你跳舞耶 對啊,跟你打過麻將 沒跟你跳過舞 你為什麼要講到一些 不感性的東西啊 對不起 歪了 歪了 我們是舞蹈競技節目啊 請評分 還聊到日常生活 好,我們來看一下馬妞今天 他也是完成了人生的 第一支國標舞 他到底可以獲得到幾分 評審老師,請給分 好,目前他的83 83、84 到底馬妞的分數是多少 84.7分 我的天啊 KIMIKO老師、藍波老師84.6分 連下一棒壓力很大 84.7分 84.7分 我們壓力都很大 很高嗎 非常高啊 不是都要90嗎 目前為止沒有出現90分的 我們節目開過六年來沒有90 不是 馬傑,不要再驕傲哦 他幫我講得這麼好 我覺得應該90啊 驕傲必敗哦 90分 那我們要怎麼處理這一段 打亂我們的計分方式 很簡單 抽出下一個 我第一次看到你來的時候 我這麼開心耶 壓力好大 抽籤 好不好 千萬不要抽到天影哦 壓力很大 對,壓力很大 你下面一位真的壓力超大 你抽我就好了,好不好 抽我 抽你 拿馬邊抽你 今天話最多的 歡迎馬國賢 烈馬妞 還有瓜森老師,請先回座 謝謝馬姐 我跟你講,不用說太多 也不用做一些掩飾 是 你緊不緊張 我其實... 我剛剛馬姐沒跳之前 我其實一點都不緊張 但是他剛剛一跳下去 褲子絲一半 為什麼 因為他的那個姿勢 啪、啪、啪 我真的... 我真的嚇到 我真的滿緊張的,說實話 對啊,因為雖然說 我自己認為啦 可能我占了一些便宜 因為馬姐 馬姐以前可能沒有學過舞 那你的便宜是... 因為以前我其實在部隊的時候 因為我在義工隊嘛 你這樣聽起來就是練過國標嘛 你練過哪一個舞科 是應該... 森巴 森巴嘛 你跳森巴 森巴很難耶 那你除了會跳森巴舞 你還接觸過什麼 沒有 為什麼大字報一直寫恰恰 那老師,我要跟你解釋一下 為什麼恰恰 因為我們跳恰恰 就是我想的恰恰 跟國標的恰恰 原來是不一樣的 你的恰恰是什麼恰恰 因為我的恰恰本身 它是來自於台灣台中 怎麼樣 我大概略知一、二了 怎麼樣,OK嗎 台中恰恰 如果你不信的話 老師 請給我來一點這種恰恰的音樂 好,謝謝小鏘老師 謝謝怡君 你不覺得回到了三零年代的恰恰 我看到四騎士的影子了 剛剛各位觀眾 有沒有一陣覺得 回到了房屋 這個電視台 剛剛開台的那種... 有 有 我覺得你很放得開 而且你樂在其中 是不是 所以你等一下要跳的 應該就是... 是剛剛那種嗎 我剛剛不是講了嗎 老師的恰恰 跟我的恰恰 是完全不同的恰恰 我知道你講過了 所以你今天要跳的恰恰 可不可以有翻譯 翻譯 翻譯文章 他會跳國標的恰恰 不是台中的恰恰 不是剛剛那種 可是我覺得他的國標恰恰 會帶台中恰恰的影子 我也覺得 到底有沒有歡迎他們帶來精采的表演 這一次呢 我為什麼想要來參加這個舞力全開 一個就是已經很久沒有 站在一個真正的舞台上 去做一個真正的表演 然後其實很開心 那種這個機會 再次上這個大舞台 應該呈現一個自己的才藝 常參與綜藝演出的馬國賢 因許久未站上舞台展現自我 所以對這次的演出機會格外珍惜 但沒想到第一堂課 就被老師挑出了這支舞的致命傷 我發現一個問題就是 國賢哥他的手的力道非常的大 而且他經常就是直接打出去 然後手就是整個緊繃 非常的用力 怎麼會這樣 而且他不只是手會很用力 他的臉頭整個身體都會通不緊 可能跟他之前練舞術有一點關係 就是他不太習慣 從身體到位的臉這個經過 他沒有去處理 現在可以下來以後 換了一下 然後我們可以先背心往後面 肩膀太早起來了 對 對 我們昨天不是說尾椎筒前奏嗎 對 對 不小心 放輕鬆 對了 對 曾經接觸過的舞術 講究的是快準狠 但這跟國標有相當大的差異 也因為長期在不對的位置使用滿力 而導致他的腰不慎扭傷 四、三、四、四 你要去拿 腰痛是不是 我從來沒想過 舞蹈對我會這麼痛 心裡面很想練 可是他那個身體 他又動在起來 那種感覺就是很可怕的事情 希望這個比賽那天 腰傷的時候趕快好 可是我看已經滿難的 可是就盡量跳好 忍著腰傷 全心投入在舞蹈的馬國賢 是否能扭轉血腥的形象 展現一支令人驚豔的恰恰呢 全球觀眾大家好 我是馬國賢 嘗試過這麼多的表演 這一次我將用國標舞 來證明我自己 也讓各位觀眾看到 不一樣的馬國賢 歡迎馬國賢以及胡莎拉老師 帶來精采的表演 全球 i go home to find what i've become walk along the path unknown we live we love we lie deep in the dark i don't need the light there's a ghost inside me it all belongs to the other side we live we love we lie we own you can squeeze out we never верed we have mountain you can get anyathlon you can demonstrate раз Pens 好 結束了嗎 沒有了 謝謝馬國賢 胡莎拉老師帶來的語吐功 我們以為會有後續 沒有了,就這樣結束了 對 聽好的 而且你表現得非常好 從頭到尾 你帶給我們滿滿的歡樂 尤其有一些同女生的一些動作 好經典 你是... 想要暢飲他 沒有,你不是故意演出來的 他本性 我發現你不是故意搞笑 你是真的很好笑 真的啦,國賢 而且你的蠕動 你的腰真的很柔軟 你是... 他很能扭耶 你是這種的耶 很久沒有看到了 最主要是因為剛剛我不是... 老師,他不是有這個動作 這樣把它捧起來嗎 我吸了他一口靈氣 靈氣 我就稍微就不像你講話了 你看,老師講不出話來了嘛 所以變我在講嘛 你剛剛會這麼超過 那個動作是為了吸氣 我要吸他去... 我了解 你是姥姥哦 還會吸人家的靈氣 你剛剛沒發現到我鼻孔特別大嗎 馬國賢,到目前為止 我都可以理解 但是最後我不能理解 這個... 胡莎拉老師他離開 然後你留在現場 那個意思 整個故事情節是什麼 什麼解釋一下 這個就聽我回到來 因為我們只有看到 一開始有太空梭 之後再也看不懂了 好 你看嘛 可不可以尖端有力 太空人他都穿什麼樣的衣服 顏色 一般都穿白的太空裝 白 所以你看,我一針的白 我就是一個太空人 我登陸到月球上面 降落之後 你居然看到這個星球上面 有生物 然後就可以開始追逐它 想要抓它 回地球上面去研究 它到底什麼樣的人 什麼樣的兔子 哪一個品種 是 對,結果抓抓 它就跑掉了 所以我在那邊 最後錯愕、茫然 死在月球 所以我們剛剛反應 錯愕其實是正常的 對 因為你們也錯愕了嘛 對 我不知道一句有沒有看到 他在這邊 然後抓著老師要開始 有 剛剛那個手一直在回血 什麼意思 因為我在那邊追 差不多會追到他 抓到他了 開心、興奮 Oh yeah 這是你自己加進去的 還是你把它超過了 沒有 這個動作我本來 我堅決不要 因為我覺得這個 跟我想像中的國標差很遠 但是老師堅決要求 他說我這個動作 來,嚇他老師 我只能說老師很心潮 這個動作是出自於你嗎 對,動作是我幫他想的 因為他... 我原本其實給他甩頭的動作 但我真的覺得不太行 因為他... 其實有找個男老師甩給我看 我覺得男老師甩得很好看 但不知道為什麼 你甩起來變怎樣 我甩起來 看一下 抓到他之後 抓到他之後要甩頭 你有沒有亂甩 太誇張了啦 是不是 不是 沒有啦,他不是這樣跳的 他是被淹進水裡 因為你知道我從以前... 我從以前的學跳舞 志祺啊 到現在 我最怕的一件事就是甩頭 為什麼呢 很不靈活 你用頭髮又不會亂掉 因為我是一個力道太足的人 所以我就會一不小心 自己甩過頭 頭就出去了 會超過掉 對 因為很容易就是這邊會斷掉 因為斷掉我可能就... 下次就沒有機會再來了 所以沒這麼離譜啦 好,你情緒盡量還保持這麼高漲 因為接下來 我們要聽平臻老師的看法 我不知道等一下 你還笑得出來 笑不出來 我希望我待會兒還笑得出來 好 KIMIKO老師,你的看法 我先講這支舞 全程用一個圓外的表情在跳 一支專業的舞步 你先不要急著沮喪 都是誇獎哦 好,謝謝老師 我先講我的分數給得比上一支高 謝謝老師 你看出的哪裡不一樣 就是在一個自己不熟悉的舞蹈 領域裡面 他可以跳出屬於自己的風格 這一點 我覺得他很困難 因為你最厲害的一點是 你做什麼都是馬國賢 他是一個讓人家很有記憶點的事情 所以他是很棒的 我很多年以前有幫他排過一支舞 可是他讓我很感動的一件事情是 我那時候就... 我希望他有跟以前不一樣的感覺 所以我就規定他在兩個禮拜內 都不能剃鬍子 不能刮鬍子 因為他要繞腮鬍 然後要身形出來 減肥兩個禮拜 錄影當天我看到他像流浪漢一樣 但他真的就不刮鬍子 但是你跟他交代什麼 他會做到滿出來的那種 可是你已經這麼認真了 你幹嘛對自己這麼心虛呢 對啊,為什麼那麼沒自信 因為其實很多觀眾是看不到 說我們緊張的一面 因為我永遠記得說 我在入行的時候 公司經紀人教我一件事情 就是說你今天不管在舞台上面 表演舞台的魅力 的成敗在於你... 就是剛剛KIMIKO老師講的 心虛的那個東西 我也一直在克服這個 所以我就推給自己很多的壓力 很怕說 哪一步那個感覺沒有到位 或是哪一邊拍子記得不好 我自己給自己壓力 也給了老師壓力 所以我覺得 老師今天在這邊還是出聲 謝謝你 對,就是半個月以來的磨練 沒有,其實我們可以看得出 國賢他很認真 從你剛剛極度跳舞的眼神 我們絕對感受出來 觀眾朋友看得到 KIMIKO老師,你有沒有要補充呢 其實我最後想跟國賢說 你今天的表演裡面 有很多的部分 包含讓大家大笑出聲的一些部分 是一個 其實不是放得那麼開的人 可以做得很棒的突破 因為你真的今天 只能說是你完全沒有任何包袱 所以我覺得這是代表你的老師 給你一個非常大的安全感 然後也代表你在我們這個舞台上 你是沒有包袱的 所以我還滿期待 看到你接下來 有其他不一樣的舞種表現 謝謝老師 好,謝謝KIMIKO老師 不管如何 我們今天看你帶來這一支恰恰 是非常歡樂、非常開心 你的恰恰舞往前走 我也嚇一跳 那個是非常好的舞者條件 才有辦法做出這樣的一個 柔軟度跟正確的步伐 其實滿難的 這點我可能要非常感謝老師 就是說他那時候跟我講一句 就一直跳、一直練 讓你身體去記憶 那個步伐 自然而然他就出來了 所以我是... 你們現在講我才知道 不然其實我在當下跳 我也都沒有感覺 不過那個舞步 真的讓大家留下非常誠客的印象 因為這是一個 但是會跳舞身體 我不知道分數會怎麼樣 還是得要比較一下 你面對到一個 也是非常可敬的對手 歡迎目前的最高分 馬妞 還有廣正老師 請到舞台中間來 四個分數我相信 應該是會非常非常的接近 有沒有可能同分呢 我很期待 馬國賢到底可以獲得到幾分 評審老師,請給分 目前分數來到了84.4 84.5 84.5 84.6 接近了,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 84.6分 KIMIKO老師84.7分 其他三位老師84.6分 我相信馬國賢不甘心 他姐在分數出來那一剎那 他是覺得 我依然是目前排名最高 有一點不可思議 從他們的表情裡面 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我們兩個今天碰到面的時候 我們也有點錯愕 第一點 把我們兜在這一個節目當中 來做一個 我們不要說比賽好了 來做一個演出 其實他有他的演出方式 我也有我的演出方式 我相信每個人都很認真 他因為演戲 讓我認識不同的馬國賢 他有一次演老爸爸的一個角色 可是你知道嗎 國賢平常講話很服啊 這是我認識的馬國賢 就是怎麼樣 晚上上夜店吧 結果他演那個爸爸角色 我竟然哭了 今天你輸在什麼地方 就是如果你可以慢下來 我們或許這個舞台 或這個觀眾 或者是評審老師 他們想要看到 可能是不一樣的馬國賢 就像我們看到今天 完全是不一樣的馬妞 嚇一跳 那個驚訝跟驚嚇感是更震撼的 但是你絕對是一個 非常會跳舞的身體 不甘心是正常的 歡迎再來挑戰 沒錯 真的 你不跳舞太可惜了 真的 來,郭鮮哥 你的身體不跳舞太可惜了 對啊 不過跳完就要看看 誰是你的下一棒 應該是天穎吧 男生跳完女生跳 對啊 歡迎 傅天穎 來,謝謝兩組 請先回座休息 謝謝 天穎,其實我看到你 其實我也滿驚訝的 你怎麼會來參加國標比賽 因為我在... 我在差不多三個月前吧 過年的時候 我看到你們在跳那個 過年特別節目 對 然後我就覺得好棒哦 如果我能來的話 那該有多好 對 我想突破一下 想挑戰自己 對 那就不緊張了 因為這是你夢寐以求的事嘛 可是還是會緊張 為什麼呢 不期待很久了 因為沒有做過的事情 對 你也從來沒有跳過國標舞 有跳過 那個只是一個表演 那現在是比賽 他有說他有表演過國標舞 然後我想說 基本上表演過國標舞的話 應該知道算是什麼樣一回事 所以我就想說 那應該是有潤有餘 但是沒想到我覺得我是... 你錯了 你錯了 對,常常在做錯事這樣 對 沒有,老師,他很可憐 因為他的手快被我折斷了 因為我給我自己的期許很高 是 那你像昨天晚上 肯定也睡不好囉 我每天都睡不好 然後我還有一天晚上 三點鐘起床 然後我以為天亮了 後來看了時鐘 三點鐘而已 我想說 失眠 對,緊張 然後緊張 我想說那算了 來跳吧 看著那個練習 對 半夜的時候 對 所以這舞台會讓很多的藝人 半夜 不管是做噩夢 或醒來 繼續在記自己的舞步 這個似乎好像是不正常當中 我們覺得很正常的事情 不過有一件 我覺得非常不正常就是 讓老師 一般我們會跟學生講說 待會兒表演 沒關係,盡力就好 我們全力以赴 對啊,當然 鼓勵一下嘛 但是你特別提醒我們說 待會兒千萬要告訴天穎 不要全力以赴 好 好奇怪的叮嚀哦 我還要靠手賺錢 我懂了 我懂了 這個叫作 手下留情 能放鬆就盡量放鬆 好,歡迎二會帶來精采的表演 曾有國標表演經歷的服天穎 雖然有一點點的國標基礎 但這對正式比賽來說 程度相差甚遠 也讓他感到相當不知所措 很緊張的時候 我就會把老師會抓得很緊 因為我怕老師跑掉 恰恰 一、二、三 所以你邊抓著 就這樣子 你邊抓著 對,老師會來保持 所以老師 下一個動作他引導我的時候 他根本沒有辦法轉 變成我們兩個在那邊 你、我、你、我這樣子 一、二、三 一、二、三 一、二 一直無法鬆懈的傅天穎 帶著一顆緊張的心情 持續練習 但複雜的舞序 讓他遲遲無法記住 而比賽日期逐漸靠近 也導致睿洋老師 對他的語氣越加嚴厲 一、二、三 往下、加一 多一步啊 對,好,走 手在這邊等你用它 對啊 再寫一 一、二,來 一、二、三 肚子斷 對 來,來,收 一 什麼 一百次 一百次練什麼 扇形收腳哦 你有練一百次嗎 有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把我轉出來了 在那種高壓的情況之下 然後 我又不小心又踩到腳 然後非常痛 然後那一觸之間 讓我突然覺得好想哭哦 結果後來就哭了 好 一、二、三 四 四 四 一、二、三 四 四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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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大的壓力 讓浮天吟忍不住落下了眼淚 他能夠適當的釋放 心理壓抑許久的負面情緒 完美的展現一隻輕快 又熱情的恰恰恰嗎 哈囉 各位大家好 我是傅天吟 我第一次來參加《舞力全開》 如果我拿到一萬塊 我一定請大家吃大餐 歡迎傅天吟 以及李睿洋老師 帶來精采的表演 《舞力全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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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謝謝傅天穎、李宗盛 老師帶來的 Love and Freedom 一開場就是女神的架式 然後這音樂選得非常非常的 律動感非常的好 很好聽 我會跟著動起來 對啊,好適合跳恰恰 是 李宗盛老師 剛剛你做那個抬舉那個動作 我們每個人覺得 幫天穎加分了很多耶 對 也幫你加分了很多 感謝你 如果你現在單身的話 剛那一下不得了 超MAN 馬上按戰術暴增 都是女性 因為天穎個頭很高 他穿高跟鞋起來 比你還高耶 沒想到你做出那個 驚為天人的動作 所以我一開始覺得 他們找錯老師 你覺得他應該配 京橋老師的高度 他應該要配... 對,京橋老師 或是再更高一點 但是天穎 你跟睿洋老師上課的時候 他是一個很嚴格的老師嗎 滿嚴格 可是他的教法不一樣 他把我當作小孩子 他怎麼幫你當孩子教 他說腳打直 聽不懂嗎 三歲小孩嗎 怎麼跟我兒子一樣 我說 睿洋,這是你嗎 沒有看過你這一面耶 因為我們排舞 就是因為很短嘛 因為其實跟他大概... 今天大概只有練五次 那就是先讓他熟悉 步子的節奏感 但是還有就是腿 腿要做什麼動作 基本上假如說要後點腳 往前點、往後點 那些指令他都完全接受不到 那你到最後怎麼... 傳到外太空有沒有 他回不來 他可能還停留在前面那個動作 到底哪一隻腳要打直 哪一隻腳要往前 哪一隻腳我沒有打直 對 到底是直要直前 所以你有抓狂嗎 對,我覺得耐性... 耐性到極點 就是把我本性露出來 對 他要我回去練這個 前、後、前... 這是後 前 對不起,又來了 後、前 瑞陽 瑞陽,我懂 我懂 對不起 我懂你 我懂 他又就是這樣 後、前 然後什麼 回... 我來了,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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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一定要用這個 瑞陽老師 這個怎麼會是我來了 因為我已經講了大概四套說法 他都接收不進去 然後後來講說 他的邏輯應該跟我們不一樣 對,所以... 所以譬如說這個我叫他 往後點、往前 那他不接受 然後我就講說 那你把臀部扭過來 然後再離開我 然後叫他靠近我離開 那就是用這樣 就是去找到他能聽得懂的東西 的語言 對 所以用這種口述的方式 用背的也好 對,所以我才說 像在教我兒子或小孩 那種感覺 那還好你是爸爸耶 不是爸爸的人 還真不知道這套教法耶 不容易 其實我在他的身上 我學到了一個精髓 就是他怒而不罵 他那個臉是氣到紅了 可是還會跟你講 就跟你講是這樣、這樣講 一定要這樣、這樣、這樣 然後我就... 其實他是知道的 我的眼睛就開始有... 有淚了 我這樣... 那種無力感對不對 我沒有想到很合適 寒淚跳恰恰 這首歌 對,他跳的是恰恰恰 原來這首歌是真人真事哦 真的 真的 還是這樣啊 你把自己形容 寒淚跳恰恰 我覺得太貼切了 而且還真的把它完成了 所以傅天穎 他在... 其實他在流眼淚的時候 我相信睿洋老師也知道 感受得到 你那一剎那你有覺得 你的想法是什麼 其實我覺得我對他來講 應該是有一點嚴格的要求 因為他還是我接到最短的 的一個藝人 但是他每次在我生氣 或是我真的有一點負面情緒 給他的時候 他都保持很好的EQ 他不會恢復你任何 就是不尊敬或是怎麼樣 他就是... 他還是把他很好的個性維持得很好 對我來講 我也在他身上學到這個東西 所以我覺得 不管今天跳得好不好 我對不對 但是對他來講 就是一個突破了 然後我覺得 這個是最大的收穫一個地方 謝謝老師 老師 不如你就把衛生紙讓他室淚 喂 自己用了耶 拿給他 對啊,你看千穎 聽你講完他都哭了 是 不曉得評審老師有什麼樣的感覺 鄭竹男老師,你的看法 今天天然其實我看你一開始的音樂 放下來那個音樂很好聽 你從台上的姿勢也很漂亮 但是就是整體上 你動作都很小心 然後其實你的身體 是很自然跟協調的 你的定點姿勢都很棒 尤其有兩個大招 瑞翰老師很厲害 我都很擔心那個大招 感覺已經快滑脫了 但是瑞翰老師很努力 把它撐住了 我覺得你的身體是適合跳舞的 不管是國標或其他舞 只是你還沒找到那個感覺 所以希望從這次的表演之後 你還可以繼續跳 而且會越來越好 好,謝謝竹男老師 接下來還是要面對看分數 我們邀請目前最高分 馬妞、馬姐來到舞台中央 還有廣正老師 請到舞台中間來 不是很擅長舞蹈的復天穎 但是他鼓足勇氣 來參加他人生第一支國標舞 到底可以獲得到幾分 評審老師,請給分 目前來到了84.3 84.4 還有沒有 84.5 84.5分 OK,四位老師都是84.5分 其實我覺得 這個是非常棒的一個分數了 事實上真的 剛剛那個舞序出來 我們覺得對天穎來講 已經到極限了 可是可以看到你真的很努力 其實這過程 我覺得是值得我們敬佩的 謝謝天穎 謝謝 暫時恭喜馬姐 謝謝 我們先謝謝兩組回座休息 謝謝 最後一組就直接上台了 歡迎馮偉潔 還有我們的語心老師 語君好 你好 各位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馮偉潔 好久不見了 真的 板頭二人組的阿傑 雖然現在單飛了 但是真的好久不見 當我接到這個通告的時候 我不太敢接 所以你沒有馬上答應 沒有馬上答應 因為我從來沒有跳過國標舞 最後決定OK了 願意來參加那個點是什麼 因為我在單飛之後 我辦了三場演唱會 我在演唱會裡面 從來沒有國標舞的表演 我希望能夠藉由這次的機會 學會國標舞 希望能夠用在我演唱會上面 是 對 這個可以參考蔡佳麟 一減二個 是 對,蔡佳麟也是跟他一樣狀況 他本來也是唱將嘛 來到我們節目 學了一些皮毛子 演唱會不得了 他沒事一跳國標舞 下面粉絲叫到瘋狂 是 好,今天你要帶來什麼樣的舞科 帶來這個舞科對他講 是挑戰性非常大 恰恰 又是恰恰 對,因為這是老師幫我選的 是,雨昕老師選的 老師在教我的時候才發現 跳舞的一是在二 二、三、四、一 對 對不對 那我就覺得怎麼辦 鼠拍方式一直是 我們沒有辦法接受的一件事情 要重新學習 對 這是難度很高的 很高 好,我們很期待你帶來的恰恰 好 歡迎二位帶來精采的表演 昇平首次挑戰國標舞 即遇到了相當大的難題 因為歌手的鼠拍方式 早已深深植入了馮偉潔的記憶 所以在面對國標特殊的算法 一時之間讓他無法適應 四、一、二、三、四、一 二 二才出腳 是一開始出腳 二、三、四、一 好,恰恰一般來講 一的話都是一些定點的姿勢 然後出腳 我們都是 二的時候出動 唱歌的拍子 跟跳舞的拍子 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現在還在適應這個恰恰 這個拍子的算法 除了拍子的算法 讓他遲遲摸不著頭緒之外 還有國標舞 講究腳伸直的問題 也讓他非常不習慣 每一個步法 出去腳都要打字 恰恰恰的這個腕一定要直直 現在你腳都是直的對不對 所以你跳舞快的時候 也是要直的 好,真的好難哦 為了改善他的問題 老師想了一個方法來特訓 但看似簡單的動作 卻讓他大喊吃不消 這個... 不要看這個之後踩一點 這個一次點個二十下 腳也是很痠的 好 雖然馮瑋傑在練習的過程中 不斷含苦喊酸 但他還是持續努力的練習 連續幾天的集訓 腳都長前了 我很認真在跳國標舞 我很認真在學習哦 不及腳起泡的代價 也要努力完成演出的馮瑋傑 是否能帶給觀眾全新的感受呢 大家好,我是馮瑋傑 辦過這麼多場的演唱會 從來沒有跳過國標舞 希望今天能夠在舞力全開 能夠努力 不要拿到最後一名 歡迎馮瑋傑以及陳語心老師 帶來精采的表演 說我 她總是只留下電話號碼 從不肯讓我送她回家 聽說你也曾經愛上過她 今今夜同樣無法 protons 你说你却不会假装潇洒 却找我别太早放弃他 把过去穿梭成一朵神话 然后笑一世一样为啥 我们怎么在乎他 却被他全部抹杀 越恨他越生气 永远得不到回答 到底他怎么想 应该继续猜猜吗 还是说好穿梭了吧 找一个真人失灵的方法 让心情好好地放个家 当你我不小心又生气他 就在记忆里划一个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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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方伟杰、陈雨昕老师 帶来的青春万岁 阿杰,我没想到你走这个喜感路线 还蛮适合你的 真的吗 马国贤,你们这组碰到对手了 没有,我们的喜感不一样 是,刚... 刚刚我想说恰恰 你会用什么样的一个氛围 来诠释恰恰 可是音乐一下的时候 我觉得我很惊讶 这首歌是雨昕老师帮我挑的 是 可是这个不是我们认识的阿杰 会觉得他的形象就是 比較中规中矩 可是音乐一下的时候 我觉得帮他加分很多 可是你会有这个发想 包括你前面在舞台上 設計那些动作 是有原因的吗 有原因 什麼 那個不像國標舞耶 好像是他的演唱会 你知道吗 沒錯 沒錯,在第一堂的时候 杰哥有让我看他的演唱会影片 然後動作做得非常好 然後又很符合這首歌 所以我們在大開場的時候 就有加這個動作 他做得很好 而且有他自己的風格 是 是 你一剛開始提到的鼠拍 對於音樂人來說 這應該是一如反場的事情 可是放在舞蹈上面的鼠拍 你會非常的不習慣 不習慣 我連... 就是老師第一堂課 教完我回去之後 我連去上廁所 上完廁所出來就覺得 走一下恰恰步 那我連在坐捷運 就會... 就突然想到說老師的動作 那捷運還沒來 我就在那邊 五、六 就自己在那邊跳恰恰 完全融入你的生活當中 那你會不會捷運來不及 你敢他也是用LOCK 等等我啊 你也是這樣子在走嗎 對不對 已經融入生活當中了 那就表示你有進入狀況 其實我到了第三天的時候 我的腳已經破皮了 對,不好意思跟老師講 我怕說會影響到進度 那真的藉這個機會 跟語心老師說聲 真的非常感謝你 在這幾天這麼辛苦的教我 而且非常非常有耐心 這也有革命情感了啦 是 真好 當然很認真在完成這一次的比賽 包括其實從頭到尾 你的服裝啊 都是訂做的 全部都是訂做的 對 因為我們大部分藝人 本來沒有接觸國標 大部分都幫他們借一些 國標老師的衣服讓他們穿 是 第一次聽到有人自己訂做 因為我覺得我的身材 沒有像那個 馬國... 馬國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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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最忌諱的 是,來,自己處理 來,自己處理 來,自己處理 你跟演藝圈應該是不熟哦 國賢,阿傑真的很緊張 他非常緊張 你知道唱歌對他來講太容易 跳舞對他來講 根本就是比當天還難 沒有,剛好前幾天 跟馬國畢一起做活動 對,馬國賢一直是以前... 我們就看他就是... 你講到我自己已經走了 是不是 喂 對啊,加油了 可以麻煩你一件事嗎 是 不要再出來了 好 來,謝謝我們馬國畢大哥 不要啦,瓜哥 謝謝國賢 謝謝 我剛剛看你的資料 太令我尊敬了 原來你住台中 我住台中 所以你練舞的時候 一定要從台中北上來練舞 對,就每天這樣來 每天哦 對 每天 每天 因為都有工作 我就利用時間 就跟老師通電話 我就抓老師的空檔 就... 現在交通很方便嘛 再怎麼方便也是要從中部到北部 然後你工作又這麼滿 還要找空隙 不能休息去練舞 對 你一定會成功 沒有,謝謝 真的啊 非常佩服阿傑 對,其實因為我希望說 所有的朋友今天來看我表演 我不光在視覺、聽覺 各方面都是要給大家最好的 你真的是一個非常面面俱到 然後希望自己從頭到尾都非常完整 很細心的一個人 有時候就是因為我... 你有沒有容許自己出錯過 沒有 我... 可是你聽過瑕不言語嗎 聽過 有時候出錯它是一種... 人性 它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假設這個出錯發生在你身上 或許是我... 可能是我現在期待的 那鳳老師你好像滿贊同這樣的看法 其實我們看電影裡面 有時候真的會打動人心的畫面 都是不經意的一個角度 例如說你看到爸爸媽媽這樣的 或者是背影牽著小手 或者是一個背影 然後老太太推著老先生在看戲 他某一個時刻在歪歪的地方 他就是在一個很奇怪的點 可是如果你說他... 如果他們兩個坐在那邊牽手 然後很... 你就覺得 不可能有這種事情 所以我覺得其實有一點點 撐啊 我覺得其實說實在 有一點點太保護自己 在這個舞台上 其實每一個人想要看到的是 我沒有看過阿傑這樣耶 對你的期待值又更高 更想去演唱會 聽你的真實人聲 是 但是我今天還是最後 很快速的講一個字就好了 我覺得我今天其實看到 你每一個人這樣子的努力 我其實就是覺得很重要 我覺得我們常常 每一天都在努力的過 每一次都把它當最後一次的舞台 所以今天要怎麼樣 怎麼樣更棒呢 就是多努力那麼一點 要加點什麼東西呢 你多努力一點 你就擁有在舞台上 發號施令的權利 我相信你做得到 加油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 我們來看分數了 標請目前最高分來到舞台中央 好,還有其他的藝人 都一起上台囉 好 凡事要求最完美的馮偉潔 當然對這一次的國標舞 他也是盡心盡力 他到底可以獲得到幾分 評審老師,請給分 好,目前分數 好,很正常 已經超過84了 小數點到底會落在哪裡呢 84.2、84.3 84.4 馮偉潔分數到底是多少 84.6分 好 四位老師都是84.6分 差一點點 很嚇人的分數 對啊 四 國賢 怎麼樣 我想問你怎樣 你很怕被超越對不對 我很怕他超越我 被學校超越 你本來想說 有可能就是第二個位子 應該就是我了 剛剛那一剎那你覺得不保 對,他如果贏我的話 下次我也要挑戰忘情森巴 忘情森巴 忘情森巴 我用森巴打他的恰恰 我告訴你,你會小看阿傑 他的身體有非常多可能性 因為他很乾淨 其實我有感覺到 因為我感覺到那一剎乾淨 對,可是他很硬嗎 剛開始他超緊張 對啊 所以現在你一定想不到 你是今天的MVP 真的,下一次你要來挑戰 我們的明星舞王舞后爭霸賽 有沒有這個可能 不是,有沒有這個可能 一定要 明星講好囉 漂亮哦 謝謝你們 也謝謝 恭喜馬妞成為我們今天的最高分 獲得MVP獎金一萬元 也謝謝廣正老師 謝謝所有的觀眾朋友 對我們舞力全開的支持 下禮拜準時收看愛妮雅 舞力全開 拜拜 我們下週見 拜拜